醫院的組織都對我還滿好的 就可能犯錯就比較不會被罵這樣 就例如說有一次 我在幫一個組織的病人做拔牙 拔牙完之後要縫線嘛 那因為那時候我離開 學校教縫線已經滿久了 就是已經有點忘記怎麼縫 然後就縫不太起來 手勢也都不對 然後學長姐說 那個醫師通常對這種情況 會還滿兇的 可是那一次他就是沒有這樣講 他就對我還滿溫柔的 就是說 不是這樣縫 當然沒關係 那我交易這樣 另外還有一個類似的情況是 那時候醫院也有一個 專門來植牙的醫師 那他通常也是對跟診的學生 比較兇 有一次就是他有一台植牙的刀 那個病人需要 那因為那時候我很菜 然後手也很殘 所以因為骨粉很貴嘛 所以一般到 所以妳就倒到 不是 不是 就是骨粉一般很貴 所以倒的時候要一點一點一點 慢慢倒 倒到意思說可以 就要停下來 那那一次就是我手很殘 我就一倒 就骨粉就整個灑出來了 滿嘴 就灑了很多 還灑到那個裝骨粉的容器外面 然後就整個都不能用了 然後當時整間就整個沉默下來 想說醫師應該要發脾氣了 然後他就大概停頓了兩三秒 然後就說 好 沒關係 就是以後大家小力一點喔 這樣子 所以妳都沒有被罵過對不對 比較少 就是人美有好處嘛 對不對 漂亮 牙醫師 妳病人也賞心怨 對啊 我印象很深刻 之前有一次門診的時候 因為我是整型外科 所以其實 不見得都是看私密處 但是也會有這樣的病人 有一個小女生 就十八 十九歲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來就醫 然後到我門診之後就說 就是很扭扭捏捏捏啊 然後就說賴醫師 我想要請妳幫我看一下下面這樣子 他說他就是長得不太一樣 他本來想說可不可以形容給我聽 然後或者是就是他有照片給我看就好 我就說當然這樣也是可以 可是如果真的有考慮要弄手術 我們還是要檢查一下 然後後來我們就請他就是到圍廉裡面 然後有護理師陪同 就他一拖下來 其實老實說我也是有嚇到 就是因為雖然我們看很多私密 但是那個小女生的私密處就是 我們通常會覺得很像就是花苞 就是外面是就是大櫻椎 然後中間有小櫻椎的陰道 但他的就是花瓣就是變得 然後而且有突出來 他十八歲 對 所以這其實有時候 是跟先天的狀況有關 大家不要有誤解說私密處整形 一定是產後啊 或是一定是年紀大 或是實用過度 我覺得大家都有一些偏見 那小女生根本完全沒有心境 而且因為這樣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穿Lagging 然後也沒有辦法穿泳衣 他就說 因為真的就是太明顯了 然後台灣又很熱 然後其實他脫褲子下來的時候 其實 即使我戴口罩也是有一點點味道 就是因為那些皺褶很多 其實清理是很不方便 後來他就是根本也沒有多問什麼 他就說就是麻煩醫師 讓我變得正常一點 他也不是想要多漂亮 他就說他想要正常一點 不然他也不敢交男朋友 所以其實這個方面 真的是會讓大家很尷尬 但是 那這樣有辦法處理嗎 可以 切掉 因為就是他外陰的部分 就是皺褶很多部分 然後還有包皮過長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做處理 在這邊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不是只有男生有包皮 其實女生也有 就是男生的龜頭跟女生的陰地 其實是同源的構造 其實男生有包皮 那很多男生都是要割包皮 那女生的話有些人也會 陰地上面的皮膚皺褶會過長或過多 那其實也是會有清理上的 也是會藏污納垢的 所以要切掉 對 然後這些都是天生的 那另外就是女生的就是高潮 如果是外陰部分的話 其實陰地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跟男生龜頭很敏感 那如果上面的皮膚皺褶太多 太多會影響 把它包起來的話 其實也是會影響到性生活的品質 所以其實現在我覺得 我覺得時代不太一樣 女生大概就是 對自己的身體自主權 越來越多 那這個還不簡單 這個人還不簡單 十八歲可以自己檢視成這樣 有的人可能拖到很久 才會發生什麼樣的 應該是很困擾 因為摩擦還會 皮膚質地會變得比較粗糙 然後它有一點就是 有味道 異味 就是皮屑 所以其實真的會很困擾 其實他 對啊 就是說最後父張 父母要會知道 你還是要知道 對 為什麼沒有請媽媽給她看 沒有 我覺得 大還會很難以啟齒 對 最後父張誰 他父母還是爸爸 我不是說他怎麼 把他的零用錢 挪來這邊 但是他真的是自己來開刀的 可是像這種的話 他出生的時候 就是看不出來嗎 他可能還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其實女生的第二性徵 或是像男生 小時候跟長大 經過青春期還是會不一樣 一定有不方便才會注意 不過其實 明華還有那個 敦仁醫師都有提到 就是那個 5比3比2的黃金比例 所以我今天就給大家 準備了一個早餐功 就是這個早餐公式 只要這樣吃 就可以均衡健康 又不用怕胖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它分成五大類 一類是高鮮的蔬果 現在人比較常缺乏 再來是澱粉 蛋白質 油脂 跟大家最愛的飲品 那大家這個要怎麼看 你只要每一類 每天的早餐 你都選一樣 選一樣 選一樣 然後搭起來之後 它就是一個健康的早餐 而且這種選擇搭配 一年下來都吃不完 因為它可以煮600多種搭配 那這個御飯糰 我覺得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不是每個口味都很推 就大家可以選那個 火開來 你看得到它前世今生的那個口味 像什麼鮭魚 鮭魚 雞肉的 或者是牛肉 豬肉這種 不要選那種 糊糊狗在一起的那一種 有一些什麼龍蝦醬 什麼那個沙拉的 對 就是你切開想說 哈囉 龍蝦在哪裡 就是可能被打很散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就比較 沒有看得到圓形的食物 但是這個現在大家都很可愛 都知道堅果很健康 然後就買一整桶 放在辦公室吃 你知道每天課每天太多 那一個禮拜一桶就課光 對 所以大家記得 一天就去抓一小把的量就夠了 不然那個熱量也是很高 反而這個時候 如果因為別的其他的病人 因為病患 因為忌諱不來開刀 其實我們的品質是比較好的 我們可能一天 就是排的到數沒有那麼多 對 本來一天開我們台 現在開一樣 還慢慢排 其實就慢慢開 然後其實術後的照顧也很好 而且我們整形 就是如果是美容手術的整形 手術的話 其實很多剛好遇到暑假 就是有些人想要在暑假的時候 來整形 或者是說一些老師 老師也有寒暑假 那老師就會很想要在寒暑假的時候 來做手術 然後也修復期也比較長 其實最多是過年前 對 是 過年可以休假 對 在家裡打麻將 對 手機就給我 但是瓜哥媽可以說 就是因為大家都這樣想 所以我們過年其實 極對 對 其實整形 外科醫師都超累超忙 外面診所都是這樣 我覺得病患對我反應 會有比較負面跟正面兩種 就比較正面的是 例如說有一次 也是剛實習不久的時候 也是肯菜 然後那時候 我就拿到一個比較簡單的 拔牙的case 那大概是下了這個位置 小舊持續很簡單 那我就要先幫她打麻藥 我就要準備要翻開嘴唇 然後在牙齦的地方下針 然後我要下針的時候 我就直接從她的嘴唇 妳這樣怎麼當癌 牙粉也倒退 那是說第一個月第二個月的事情 後來就沒有了 妳要打牙齦打到哪裡去了 我就直接從嘴唇搓下去 然後而且我搓滿深的 大概有半公分到一公分 我就搓下去 然後病患就整個人叫了一下 然後就震了一下 然後跳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嚇到了 我就趕快把她拔出來 然後她就大概看著我 大概兩三秒 然後就自己坐回椅子上 說我本來很痛 可是妳那麼漂亮 我現在不痛了 撩妹啊 那她就說她不痛了 然後她就讓我把處理 就是處置做完 那做完之後 主治醫師就過來嘛 就過來看一下情況 然後就問病人說 還好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然後病人就說 就謝謝妳幫我安排 這麼漂亮的醫師 一般人找被投訴的 對啊 後來她每次過來回診的時候 可能她是看別的醫師 那她就會過來想要跟我講話 或是她會在後程區一直看我 那這是比較正面的反應 那比較負面的反應是 例如說有一次也是在 醫院實習的時候 那那時候有一個 住院醫師學姐 是台日混血兒 然後也很漂亮 那也是會打扮 然後完妝來上班 台日混血兒 對... 然後有一次就是醫院安排 我和她去病房會症 那我們兩個就上去病房嘛 就是病患家屬看到我們的時候 就好像很狐疑的感覺 然後就小聲說 兩個都穿衣絲袍又很漂亮 所以現在是在 這種感覺好像他們進來就 準備了 感覺是這樣 然後當下其實氣氛滿尷尬 然後就是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們還是把該座的處置 做完了才離開這樣 那還有一個例子 也是比較負面的 是我覺得其實媽媽 尤其是帶小孩的媽媽 很容易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間 就不太信任我了 例如說有一次有一個媽媽 帶女兒來看診 媽媽看到我 臉色就變得很差 那我問診問到一半 她就突然打斷我說 你們這邊的醫師 都這麼年輕漂亮嗎 然後大概過了一分鐘左右 助理就過來跟我講說 那個媽媽要求要換醫師 對 就是那個二十幾歲先生的 沒有啦 其實不孕的原因真的很多 在營養上面最常遇到的就是 很多人想說要懷孕 然後就瘋狂的吃生蠔 然後男生很像一夜七次很厲害 這樣子有沒有 就過了一陣子都沒有動靜 然後就在想說 自己是空包蛋還是對方有問題 然後就很困難 其實我覺得飲食應該是全面的 所以今天帶來一些 首先第一個的話是講到基醇 基醇其實這個營養素 以前叫做維他命B8 但主要其實是因為 它主張我們在那個 身體裡面的一些脂肪 跟膽固醇的代謝 那我們男生跟女生的荷爾蒙 其實都是由膽固醇 不斷代謝下來的 所以基醇主要存在的食物 就像全骨類 如果有一些人 比較容易荷爾蒙失調的 真的鼓勵多吃這類食物 像是那個玉米 或者是燕麥等等 這類比較含豐富膳食纖維的 全骨類食物 那接下來第二個的話 就要提到的是葉酸 因為有研究其實發現 如果想要懷孕的人 其實他如果每天吃 一克的基醇 然後搭配40毫克左右的葉酸 他可以做到一個保護卵子 然後可以增加受孕的機率 減少流產風險 所以這兩個食物 是要搭配在一起吃的 葉酸存在的食物有哪些 普遍綠色蔬菜都有 但是如果想要懷孕的朋友 我會建議說 可以吃十字化科類的蔬菜 因為美國研究發現說 一個禮拜如果吃五次 一次大概半碗多一點的 十字化科蔬菜 像是花椰菜 高麗菜 油菜 它可以保護所謂的一個 子宮肌瘤做到一個保護 那接下來要講到的 營養素就是金鞍酸 金鞍酸最常聽到的就是 好像對男生還不錯 其實是因為它在身體裡面 會產生所謂 就可以讓我們血管放鬆 所以血流量會增加 所以這時候男生就會覺得 血流量增加 血液循環好像變得很好 那其實對女生的子宮卵巢 血液循環也有好處 金鞍酸是胺基酸的一種 所以普遍在 雞肉 牛肉 海鮮這種裡面 就可以吃得到 那再來的話 礦物質吸 就是很常聽到的那個 生蠔 海鮮 那其實還有一個礦物質吸 大家也要注意 剛剛醫師有提到一個 金蟲的一個形狀 其實正常金蟲裡面的一個 礦物質吸跟吸的含量 是滿豐富的 尤其是那個尾巴那邊 礦物質吸 是礦物質吸組成 那如果發現這個礦物質缺乏 就會發現那個金蟲的形狀 有不動 是折斷了尾巴 那尾巴可能不是正常 像船的螺旋槳 對 那那個螺旋槳就壞了 就不太健全 那這類的食物其實就常聽到的 貝類海鮮裡面會比較多 那再來要提到的是生育醇 生育醇就是 維他命E啦 所以比較常見的像是 堅果裡面維他命E含量就豐富 它可以讓金蟲不會懶洋洋的 速度可以更快一點 衝鋒陷陣這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那個魚油 有Omega類的 魚油的話可以幫助我們消炎 所以因為很多人現在 都有一些發炎反應嘛 所以就會比較不容易 所以消炎 像是一週吃三次的深海魚 都不錯 最近那個TOLO黑尾魚也不錯 大家可以一起吃 我之前總醫師的時候 有次在值班 然後我們的整形外科病房 其實有很多重建的病人 然後有病人就是住健保房 然後護理師很緊張打給我說 賴醫師 賴醫師你趕快過來 病人在鬧你趕快過來 因為護理師剛好那天也 那班也全部都是女生 然後我去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是暴力事件 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頭緊來重建 他其實住院期間 一直以來都是大家的頭痛人物 因為他其實平常 對醫師醫護人員其實 講話就是出口成髒 然後很常就不滿意 然後其實配合度也不高 那即使他開完刀之後 都還在繼續就是去抽煙 然後那一天就是 因為他疏後覺得不舒服 然後覺得痛嘛 那晚上值班 他就按就是病房的鈴 然後跟護理師說 我很疼 快叫他先給我開藥 那其實我們醫院 為了安全利 有一定的流程 他不是急救藥物 他不會馬上就給你 結果他因為等了比較久 他就生氣了 他就整個在那邊 大吵大鬧 結果反倒不能忍的是 同房的另外一位健保病人 那個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就是也是頭緊來的病人 然後其實年輕也是就胖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說 你這樣就是這樣不行 他就說這個醫護人員 大家都很辛苦都在照顧你 我看你最近就是一直對他們 就是不客氣什麼之類 他就好言勸他 就幫醫護人員講話 結果他整個就抓起來 他就從抽屜 他其實不能 照理講我們不能帶來 就是尖銳物品在病房 他就從他的抽屜 不知道為什麼 就拿了一把剪刀 然後他們就要打架了 然後那個病人的好險 就是他年輕可能 就是滿厲害的 可能是有恐怖 所以就反正就有閃開 但是就一直在扭檔 然後我們的護理師 就趕快call我去幫忙 結果最後真的 他們兩個都沒辦法出院 所以後來在大半夜的時候 我就拜託那個 就是醫院的姨蜜 就說我們要緊急開床 一定要把他們兩個隔開 不然這樣沒有辦法 因為我也不可能 半夜叫他們出院 這樣出院之後有問題 我們醫師也難辭起咎 但是其實病房真的是 有時候還是滿危險的 大家真的進去要小心 其實吃點心 真的要停看 停一下 尤其是家裡 如果有小朋友的家長 就更要注意 因為曾經我在代謝營養科 的門診的時候 有一個案例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是一個媽媽 她帶著她14歲的女兒 來到門診 可是她女兒那一天 被診斷成第二型糖尿病 14歲 14歲 而且已經要開始吃藥治療 她的糖化血色素高達12到13 所以她媽媽來的時候 其實是邊哭邊喊說 是不是她害了她女兒的一輩子 那那個妹妹 我記得她那時候全程都低著頭 我諮詢完一整場 我都沒有看到她整臉 就是她整個被媽媽哭到 就是她台 就是覺得好像她做錯了事情 那媽媽就說 其實她在女兒就是放學的時候 她都買三個車輪餅 給她當點心 然後等到爸爸下班 全家人在一起外食去吃晚餐 那早餐她也是因為要上班 所以也是買早餐店的外食給她吃 那後來媽媽因為要帶小朋友 看醫生就打給老師 老師就說其實她有觀察到 妹妹她沒有訂中餐 她其實中餐都去服醫生買麵包 有時候會多買兩個下午 包包還會再塞一個 所以她其實一整天下來 她精緻糖的含量是吃蠻高的 但是長時間都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情 其實衛福部有規定 我們每天的精緻糖攝取量 要佔總熱量的大約10%以下 最好低到5% 這什麼概念 如果以一個正常吃 1500大卡的女生來說 她一天只能佔150大卡以下 再糖分這件事情 那換算下來大概是4到8顆方糖 可是換算下來 你一杯含糖的全糖首要飲料 就8顆啦 就超過 超過甚至10顆13顆的方糖 甚至看起來很健康的 一些調和的蔬果汁 它可能一瓶裡面都含有6顆方糖 所以不自覺之間真的會吃超過 所以我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個 點心飲食的紅綠燈 那綠燈到底有哪些呢 其實剛剛醫師也都有提到 像是愛玉冰 仙草 或者是像是豆花這樣子 比較清淡低糖的選擇 或者是什麼法國麵包 甚至堅果 這些要咬比較久的東西 也是綠燈的食物 所以家裡小朋友如果嘴殘 其實可以給他吃綠燈的食物 那再來黃燈的話 就是一些看似好像還OK 但其實它裡面潛藏糖分 像布丁 鮮奶布丁 對 布丁這種 那或者是巧克力牛奶 其實是調和乳 所以這樣子裡面的含糖量就有 所以就是飲食上面就要適量 紅燈區其實它有一些 或是蜜餞果乾 因為感覺大家會覺得說 像醫師剛提到 肉乾感覺好像有肉 其實它是加工的 水果乾感覺它是水果 可是它也蜜了糖 那或是蔬菜感覺很健康 五顏六色的 可是它可能是炸的 所以這個紅燈區就要特別注意 然後通常我們為了保護病人 飲食通常都一個一個來諮詢 然後我就遇過一次是 一對 一起來諮詢就是整形的部分 然後他們 我就說 那你們要不要分開諮詢 因為每個人狀況可能不一樣 他們就說 沒關係 賴石我們很好 我們交情很好 沒問題的 我們就一起聽 然後我就說 好 那如果你們都同意的話 沒關係 我就幫他們諮詢 然後當然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我建議的手術方法 跟價錢當然會不一樣 因為這些部分 當然健保都沒有給付 就是美容手術 然後但是有一位 那兩位朋友 有一位就是對價錢很不滿意 他就說 我覺得 一直這樣開價收太貴了 然後他就嫌貴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 我就說 當然每個手術他精細度 有什麼要求不一樣 那我們就是 大概就是這個費用 那其實你們兩個一起來 我已經有幫你們算便宜一點 但是他就是很堅持 就是很像在菜市場殺價 他就說 那不然什麼可不可以送 或是什麼可不可以再便宜點 說會不會我帶其他朋友 來給你開 你可以幫我算再便宜點 然後我就很為難 因為場面就很尷尬 而且其實我真的很討厭這種 就是場景 因為就很不舒服 然後我就說 真的沒有辦法 我就說 其實這個倒也不急 這就美容手術 如果你對價錢有疑慮 那你回去想想再來 也沒關係 我是真的說那沒有關係 就是今天就諮詢就好了 然後最後他真的就生氣了 他就是 有點 那個 惱羞成怒 他就說 醫師 然後我想說 誰都在乎 誰都在乎 對 他就說 他真的生氣 他就說 他就有點生氣 他就說 你就真的在乎那幾萬塊嗎 然後我想說 問題根本不是這個嗎 你會去住飯店 然後跟他說 你今天煮的菜給我差一點 那你幫我打六折嗎 也不會 因為這就是 這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 不管說多少 我的開刀的狀況 都是一樣的 我都會盡力把你開好 然後最後最尷尬 最好笑的是 就是他就氣衝衝 然後他朋友就一臉尷尬 然後後來他們就 當然就沒有預約手衝 然後就走了 然後就是一個就氣撲撲的走了 然後 後來下一個禮拜 最好笑的是 他說 賴醫師不好意思 上禮拜有朋友就是 比較激動一點 但是其實我是很想開的 今天可以跟你預約手衝嗎 就因為他跟他朋友 一起諮詢 他為了要排刀 還要再第二次來 因為上次那個狀況 他也沒辦法跟我說 他說要開刀 對 就很好笑 之前我就聽過 護理師一個 很資深的護理師跟我講一個笑話 他就說 就是農曆七月獸 因為刀都很少 很多房間都是小夜就關了 然後就 晚上也都只有 掘疾刀才會進來 就是非常急的 比如說腦出血 或腹部有出血的那種大刀 才會進來 所以他們都知道 開刀房的護理人員都知道 這個時候拿幾件是開的 然後其他沒有用的房間 當然捷院能源就會都關燈 然後都會鎖房間這樣 然後他就說 有一次在交班大業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儲藏室的燈 就忽然就是自己打開了 然後就嚇一跳 然後就過去 然後就沒有看到人 他就去把燈關 他就沒有看到人 然後就走出來 結果後來 他去忙完一件事 又再經過 燈又亮了 他就覺得真的很奇怪 其實那時候七月 然後大業人力又比較少 他就很害怕 結果後來他隔天才知道 其實是就是 因為農曆七月就是 外科醫師到比較少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有一對 就是外科裡面的情侶在 就是在那邊約會 然後因為怕被看到 所以就就是 他們來的時候 就趕快躲到旁邊的道房裡面 所以儲藏室的燈 就一下亮一下暗 但其實跟就是那個沒有關係 然後後來就意外發現了 這對情侶 而且後來他們後來結婚了 結果後來就變成一個 很溫馨的七月故事這樣 今天給大家帶來一個 補腦的飲品好了 給大家稍微壓壓驚 活絡一下 腦部細胞 今天帶來的是 燕麥 核桃 香蕉奶 大家可以喝喝看 裡面放的就是 燕麥 然後核桃 跟香蕉還有牛奶 下去打成 很好吃 對啊 我覺得運動完 來一杯應該不錯 這可以當優格吃 對啊 對 不用換杯子 你要把它當飲料 其實香蕉跟牛奶裡面 含有色胺酸 跟牛奶裡面的鈣質 可以幫助我們舒緩 神經跟情緒 所以大腦相對也會比較清楚一些 再來是燕麥 它其實本來就有 大腦糧食之稱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 像有些人如果早上醒來 習慣要喝含糖飲料 你不妨改成這種燕麥奶 因為它的升糖指數沒有那麼高 所以你喝完不會覺得 早上有點混沌 你反而會覺得 腦袋有點清醒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身邊的老人家 有些人就是早上習慣喝燕麥配牛奶 然後有些人下午就是習慣喝 吃一點香蕉 吃一小把堅果 你就會發現這種 老人家的腦袋特別清楚 對 其實是因為這些營養物質 讓我們腦袋的一個記憶體增加 然後活絡我們的腦細胞跟神經 這個很好喝 而且很有飽足感 對啊 公愁 對 可是這個糖尿病可以吃嗎 不行 可以 因為主要是 糖尿病的話 是主要在香蕉的份量 通常這樣子 我等一下就把它吃掉 通常這樣一根香蕉 大概是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想說 香蕉很甜 其實是因為它份量多 其實還是建議年紀大吃半截就好 對 你可以吃半根 可能跟另一半一起分 如果素食 如果控制得好 其實還是有些食物可以選的 所以今天這邊我幫大家搭配了幾款 就是 就是如果我現在三餐 都跑出素食店的話 我們看一下一天不到1500大卡 還能吃得均衡可以吃哪些 早餐的話我給大家比較豐盛一點 可以吃到豬肉滿腐寶還加蛋 但是飲品的部分 我就會希望可以選擇鮮奶 因為其實郭蜜餐建議我們 每天都要喝一到兩杯牛奶 可是大部分人都沒有喝到 薯餅 薯餅 還可以吃到 沒吃到 真的 那我們就是先不加薯餅的那種 省點錢也省點熱量 對 所以早餐的話 就是可以這樣搭配 也可以吃到鈣質 好 那午餐的話 像剛剛大家有提到說 那個珍珠寶 其實珍珠寶的話 真的要選對 可以選梨麥燒肉的 因為它現在珍珠寶都有加梨麥 其實膳食纖維多多少少也會增加一點 如果可以加的話 大家可以加那個 蔬菜的沙拉 因為我記得現在有一個那個 加價購 還滿便宜的 就可以吃到一碗沙拉 滿好的 CP值很高 那飲料的話 一定要點無糖的茶 那其實現在素食店裡面的茶 種類也很多 那晚餐的話 我們可以吃一點健康的 可以選那個 就是有那種 就是嫩切雞肉的蔬菜的 那我覺得這邊有一點要 就是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你可以強調 蘇菜我要加 我聽說還滿多人 靠吃前庭寶 對 對 好多朋友他們在 就是減重的過程 好像都會選擇 因為蔬菜量多 對 而且還可以要求 可以跟他說 那會加錢嗎 不加 你可以跟店員說 我就是要加 妳就跟他講說 我只有150塊 沒有啊 妳跟他調調哥哥 他是真的不用加價 可以加蔬菜的 然後我其實比較 個性比較 我就跟他說 蔬菜加到它爆炸 爆不起來都沒關係 我就是要加 對 那個醬的話 可以選擇 就不要太多什麼蜂蜜芥末 什麼太多 對 那就會比較健康 那一天下來 加上如果你自己帶一個蘋果 可能出門 像我一個減重的患者 就滿聰明 他在自己的辦公室 買一箱蘋果 他就每天下午 就吃一顆蘋果 他一箱大概24顆吧 不到一個月 他就可以吃光 對 那這樣一天加下來的話 你看 不到1500大卡 有肉 有菜 有水果 有鮮奶 有乳製品 其實算滿均衡的 但我覺得搞不好來醫院 有時候搞不好是 交班的時候 或是吃飯的時間 其實照顧的人 可能真的有差 感覺去買便當 去買便當 不是 就是 護理人你也在就是交班 剛剛其實講了幾個時間 也是在交班沒有錯 或者是吃飯時間要輪流 而且心境上不明 比較有可能 對 一直肚子都亂了 所以就急著 他都問說 你要定 真的要 大哥爸還是想增加 還是手臂還是手臂 對 有血管 有另外一個病人的族群 是完全相反 像剛剛陳醫師講的是說 他兜了一大圈 然後他想做什麼檢查 或是他有很多事情要看 但其實臨床上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現在網路很發達 他自己上網 自己當醫師 就覺得他來 他就說 一來就破題說 賴醫師 我覺得我這邊長一顆脂肪瘤 我想請你幫我開刀拿掉 那我根本就還沒看到腫瘤 然後也不見得真的是脂肪瘤 他自己當醫師說那是 他就會自己當醫師 現在也滿多病人這樣 那後來那位病人其實 後續檢查其實是 神經纖維瘤 就也完全不是 他講的那個疾病 那一開始有些病人 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其實是另外一個族群也滿不好 因為其實雞絲麵它是 整個是 所以簡單來說 它就是炸麵線 那我們這邊的藝麵其實 原本給大家指的是 沒有油炸的這個藝麵 但如果它炸過之後 熱量翻倍 確實也是跟雞絲麵不相上下 對 那這邊這瓶給E3 兩個答 耶 好 最後 打對了 其實以剛剛E3的那個 藝麵跟雞絲麵來說 他們都是炸過的 可是很多人很容易 被雞絲麵的名字給誤導 因為覺得 應該裡面是不是有加點雞絲 感覺有蛋白質 應該很健康 所以很多人就喜歡點雞絲麵 但其實它是炸麵線 大家要記得 再來剛剛瓜哥有提到說 冬粉怎麼拿來比 因為冬粉感覺熱量是很低 像那樣子一小 藝麵比 冬粉還比藝麵比 對 這邊冬粉的熱量指的是100克 我全部都拿100公克的拿 對 那以桌上的那一個冬粉來說 它大概是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對 冬粉它熱量比較低 所以大家滷味攤也點冬粉 小火鍋也點冬粉 鴨肉湯 鵝肉湯都點冬粉 對 可是冬粉其實很會吸油 對 所以不自覺間 它從乾的到膨脹的 滿滿的那個鹽跟油 每次吃火鍋的 因為其實你是要麵 還是白飯 還是冬粉 冬粉 結果 沒有考慮 對 但是其實你煮冬粉的時候 它會吸你湯汁的那個油 對 而且大家很多冬粉可能是最後下 就是吸那個油才好吃 對 然後又要淋沙茶醬 又要再拌什麼拌什麼 所以熱量其實會比較高 所以建議大家在選 麵控在選麵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麵的製作方式 跟你在最後選的時候 它是怎麼煮的 也很重要 因為冬粉確實熱量不高 可是煮過之後 也很可怕 可是明明講的那個疫苗 是你剛剛講的 沒有炸 白疫苗 白疫苗 對不對 採過的時候280 對 但是炸過之後也是翻倍的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開刀傷口如果有變化 就要找原來的醫師回診這樣 那有一次門診 就有一位五十幾歲的男性 然後他就來我的診間 就說賴醫師 我肚子上有一個傷口 然後已經外面給診所醫師 過了兩個禮拜都沒有好 所以他們說 叫我一定要來早診 是外科睡罐的門診 那我就說 好啊 那我來看一下 你傷口的狀況 結果其實他肚子是開過 就有一個很長的傷疤 就是他其實腹部是開過道的 然後中間 我說你這個多久以前開得到 他說那十幾年進行 就很久了 他就說他十幾年前 因為就是腹部 就是善氣開過道 然後我說是怎麼開的 在哪裡開的 什麼醫師開的 他還說他都不記得了 結果後來仔細看他那個傷口 那時候我其實不大 才兩公分 然後我仔細檢查 其實那個皮膚的傷口底下 馬上就可以看到那個 我們就是 扇器在修補的時候 會用一個網膜 所以就可以看到那個網膜的成分 直接布在外面 所以他開扇器 對 所以然後我請他咳嗽 其實他咳嗽的時候 那個肚子就整個又脹起來 就很像青蛙一樣 那其實這個就是 他之前開的扇器 可能又復發了 狀況不好 才導致他傷口不好 那我就跟他說 這個其實雖然是傷口 但是可能要找原來的醫師看 因為要找就是 一般外殼的醫師去處理這個 扇器的部分 那這個先處理好 負壓的問題改善之後 傷口才有可能會好 那其實很複雜 所以就應該要 如果就提醒大家 不管是身體哪個部分 要重新再看傷口 如果之前有開過道 還是要找原來的醫師會最清楚 因為我們有時候 同樣一個手術不同的開法 或用不同的植入物 其實只有原來的醫師會最清楚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